中午早点回来,可以做好吃的 今天这么卖力 哈喽大家好,今天老公挣钱了 我们来吃一个不一样的海鲜 是生活在山海里的,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哇,好大个呀,这个叫琵琶下,是生活在山海里的 长相好奇葩呀,这下半身跟个,跟琵琶下差不多 我们来解冻一下,看看几只 四只,五只,满满一大盆,十四只 哇,大家看,小飞是第一次见这种虾 这么大个,他的眼睛在这儿 这边上都是一些比较锋利的刺 哇,好坚硬啊,这个可 一百五十块钱,里边数了一下是十四只 和十块钱一只,十块多呢还 哇,这么大个虾怎么吃呀 为了保证它的鲜度,我们做蒜蓉琵琶虾 今天 蒜拍碎,切个蒜末 先来炒个蒜蓉 油热下蒜末 还剁椒酱 来点生抽,蚝油 稍微连点盐 好,烤香即可 我老公在那刷着 把这个琵琶虾的虾线取出来 从这儿中间剪开,给虾线 今天我们做八只 剩下的六只,等家人来了 在一起吃 毕竟好东西一直分享嘛 都没有吃过 这种蚝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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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上这个蒜蓉酱 上锅蒸十分钟 加盖 开锅 哇 来点葱花 点缀一下 又炒了个西红柿炒进来 说实话,感觉这个 蚝油不够吃的 快吃吧 老公 一筷子 尝一下 稀罕喝一些 我都迫不及待了 我先吃了 打琵琶虾 哇 这个蒜香好香啊 这蒜蓉炒的 我都迫不及待了 这次吃了 这次吃了 我都迫不及待了 看了这个蒜蓉 我都迫不及待了 这个蒜蓉炒进去 看了这个蒜蓉炒进去 我都迫不及待了 我都迫不及待了 再吃一个 这个肉好多呀 很宽 比龙虾的肉要好吃 那肯定 那还有一个肉比上 那还有一个河里 完胜龙虾这个 完胜龙虾这个肉质 贵不白贵 这一口肉吃下去太满足了 哇 这晚上吃多少都饱不了啊 是吧 反正跟零食差不多 把饭或零食 你这饭要一个人呢 但是我实在今天不是问题 不要吃 別这也吃不饿 天呼万唤起出来 游爆琵琶完成了 还有一个新鲜 这一个琵琶虾 这肉要超过 一顶四五个龙虾 这个琵琶虾还是值得一试的 还是吃我的 西红柿炒鸡蛋